前面我們說到契赫夫 安東契赫夫 他是俄羅斯小說家 所活躍的年代在羅曼洛夫王朝的末期 也就是最後的沙皇時代 當時的俄國處於一個內外交困的狀況下 不過我們所知道的日俄戰爭 正好是契赫夫世世的那一年 所以正確來說 契赫夫並沒有目睹所謂帝國毀滅 或者是真正走向日薄西山的那一幕 但在契赫夫筆下 我們也能一虧當時俄羅斯社會上層、中層、乃至於下層 充滿矛盾以及衝突一觸即發的社會現象 正是契赫夫是一個擅長以諷刺手法來描寫社會的短篇小說家 儘管在這短短的篇幅裡 我們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他經過大量的打磨與修飾 像一齣精心設計的小品短劇 而促成這一現象的正是當時 沙俄帝國對言論、思想的嚴格控制而產生的結果 如果作品超越了這條紅線呢 我們可以看看 當時俄羅斯文壇的先行者 杜斯托耶夫斯基 在加入異異分子社團後 馬上被舉報逮捕、被判死刑 雖然最後減刑被流放到西伯利亞 不過我們可以從這看到 這就是當時的文學環境 回過頭看看契赫夫的文學風格是如何形成 那就要來回顧他的一生 契赫夫的祖上是俄羅斯的最底層 就是農奴 不過到了祖父那一代 斬夠了錢 將一家都贖身 不過在這時候 發生了一個意外差距 全家贖身還差了一點錢 也不知道是不是忘了把自己的小女兒也算進去 不過好心的地主老爺 就免費的讓他連小女兒一起也帶走 這個故事應該就在契赫夫的家族這樣流傳下來 這種身處底層的記憶 就同捆在契赫夫的童年之中 之後家裡經營一間雜貨鋪 幼食的契赫夫是在固殿、教學以及閱讀中度過的 雖然短暫的載學與逃亡過 之所以逃亡是因為契赫夫家的雜貨店破產倒閉了 而他爸爸就拋下契赫夫躲在逃亡 如果說這就是典型的童年陰影 那是不是還少了一樣呢? 家暴啊! 這當然也少不了啊! 這在契赫夫成名後的各種字數與紀錄中 可以看到這件事對他的異生影響極大 甚至他自己說 我沒有少年時代 小時候被爸爸打得可慘 少年時代因為家變被爸爸拋棄 這種作為底層而受盡離散與平薄的悲苦 就佔據了契赫夫的少年期 而後幾經輾轉契赫夫還是完成了學業 不過沒有從事他最熱愛的文學 而是成為一位醫生 關於志趣他是這麼說啦 醫學是妻子文學是情婦 從這段後我們也可以看到契赫夫富含幽默的秉婦 這也是他早年在文壇與劇作上的風格 但是契赫夫最優秀的作品還是在他中年之後 其實在中年前後契赫夫的身心健康就陷入危機 心理方面他得了嚴重的憂鬱症 心理方面他患有肺結核 在這樣的雙重折磨下 他或許有些預感 作為一個醫生的直覺 他沒有太多時間 於是他拋下醫生包提起行李箱 資深一人遊歷遠東 包括西伯利亞、玉庫夜刀 最後 繞回歐洲、遊歷羅馬、巴黎 這也算是當時能力可及範圍裡的歐亞壯遊了吧 除去一些軍人、商人、探險家 就我所知有做到的包括原昌巨士 還有李鴻章、林獻堂 還有一些復歐考察的滿足親貴吧 而契赫夫是以一位醫生而完成這件事情 不過隨著眼界的增長 他回國後 將目光投向平泊的農村裡 但應該是這樣講啦 他首先到達的是西伯利亞還有庫夜島 這當時是沙厄流放犯人的地方 就我們剛前述的杜斯托耶夫斯基 後來還有一些共產黨人 包括史達林也在這些地方待過 為什麼選這些地方呢? 我們知道全世界知名的監獄 包括惡魔島就是不怕你越獄 外面就是海,你怎麼跑呢? 而西伯利亞與庫夜島也一樣 牆外頭是一望無際的血緣 與洞緣、台緣 你怎麼跑呢? 甚至可以說也不用牆了吧? 看過這些最折磨人也最痛苦的地方 齊赫夫在返程 經過了義大利與法國 當時政治、經濟、育術與人文最興盛的地方 這是一段怎樣的經歷啊? 所以說對齊赫夫的經歷來講 他彷彿看到了這世間的一切 這也是當時的思潮趨向 我們可以看看與齊赫夫同時的 像土耳斯泰與前述的都市 這該怎麼下一個助角呢? 最終還是人 對於人性的關懷 回到俄羅斯看到的是動盪的社會 反動分子暗潮洶湧 他們組織暗殺殺謊 也真的成功暗殺了殺謊 而羅曼洛夫家族呢? 一樣做著舊日的帝國夢 就像一艘以彼得大帝為名的破爛傷圍戰艦 開進風雨交加而未知的怒海之中 齊赫夫作為一位醫生 他關心在乎的不是這艘破船與船長 而是在這艘破船上的人們 也因為他也在這艘破船之上 此時也不允許他用以往 揮諧幽默的方式來創作劇作 他投入鄉間工作 結束當時的土地調查工作 不來不知道 來了真是嚇一跳 當時的沙俄農村 比他想像的更為平薄 在工作之餘 他記錄下他的劍文 創作為短篇小說 雖然在此之前 他就曾以筆名發過短篇的諷刺小說 不過隨著時局越來越收緊 創作對於人生與生命的威脅也越來越嚴重 所以說他不得不大量的刪減與改寫作品中的內容 這讓他的短篇小說 顯得更加的隱晦或者回諧幽默 來掩蓋主子的寫實與現實 不過好久不長 契赫夫的病情是一年不如一年 直到他44歲那年 就以哮喘還有肺病離世 我並不想為契赫夫的異生做下什麼註腳 因為他的異生就像他的短篇小說一樣 簡潔明了 非常直觀 他的祖上是農奴 他自身是受家暴而載學的 像是半個孤兒吧 他有文學天賦 但成年後他成為醫生 但他不像那些俄羅斯舊貴族靠攏 我們可以看看他都交往些什麼人物 包括前面說 托爾斯泰、加爾旬 加爾旬就是我們前面講俄羅斯畫家列兵 在畫伊凡雷帝障壁太子中 那個太子的模特兒就是加爾旬 也是一位短篇小說家 還有一位朋友 他是高爾基 後來的蘇聯模範作家 極左分子 所以我們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契赫夫對當時俄羅斯社會的看法 就從他的交友圈來看 我覺得這點跟俄羅斯畫家列兵也很相似 他自己沒有太明顯的作為 但是可以從他的社交圈來一窺他的政治傾向 還有他們如果有機會 給他們一次機會 他們能採取的措施是什麼 很可能就是直接推翻羅曼洛夫王朝 那末聊 我們來介紹幾部契赫夫的短篇小說 不過我先不說他最著名的諷刺小說 我比較想要出幾篇能夠反應契赫夫內心溫情的短篇 前面提過耍巧 那我們就先從耍巧說起 內容包含劇透 當然我不會逐字的把這篇小說讀完 我早年也濃縮過這篇小說 以比較我自己的筆法來 將這篇小說縮寫過 以下 那女人最怕滑雪 男人求她 一試就好啊 保證安全 她雖然害怕 也硬上了 兩人即時下坡 女人怕死了 這時候男人說 我愛你 娜迪亞 終於滑到了下面 女人呼籲的盯著男人 真是你說了那六個字嗎 還是錯覺 我 我 我們還是 再滑一次 於是她說 相同的景色 一樣的速度 我愛你 娜迪亞 到了下頭 女人一樣疑惑 是錯覺 是風聲 還是她 欸 我們也該回家了吧 男人說 我 我喜歡滑雪 再滑一次好嗎 於是 又一次 我愛你 娜迪亞 最後 男人陪女人走回家 女人一直看著男人 一句話悶在肚裡 風是不會說話的 但我也不希望 那是風說的 第二天 女人為了那句話 滑上癮了 她不怕恐懼 不畏危險 但那句話 還是個雅迷 不斷折磨她 是風還是她 她沉醉其中 有一天 男人看見女人獨自上山 她雖然害怕 她聽見風的示愛了嗎 不知道 終於 男人要遠赴他鄉了 女人 流淚 張開雙臂 祈求 風再給她那句話 當風呱起 男人向風開口 我愛你 娜迪亞 知道啊 男人老矣 她也不清楚為什麼要說那句話 但也不重要 後來女人嫁得很好 當了三個孩子的媽 在她記憶裡 沒忘記滑雪 沒忘記風的示愛 那是她一生中最快樂的時光 以上 當時讀這篇小說的時候 對我觸動非常的大 因為當時期 我正在看李瑤的作品集 其中有個段落叫 公車站牌理論吧 就是說 李瑤在一次偶然的機會裡 在一個公車站牌 遇到了一位年輕漂亮的女子 她覺得 我如果不把握這次機會 那這是公車站牌的偶遇 也就沒有意義 我上前搭話 如果被拒絕 也就是被拒絕 但是 如果我沒有去做 那什麼結果也沒有 於是李瑤就上前搭訕 最後 李瑤成為了孩子的爸 和公車站的美女 成為了孩子的媽 剛好跟耍巧的結局是完全不一樣 我們可以看到耍巧裡 男子就是沒有作為的李瑤 最終 納迪亞成為了三個孩子的媽 但是 丈夫不是那個男人 但這是一個悲劇 顯然 我們從 片中的末回 看不出 契赫夫 想正面的 做什麼評價 但是顯然 她心中是保有一絲溫情的 比就起另外一篇 可愛的女人 這篇耍巧 讀起來沒有那麼讓人覺得 反感或者是有悲苦的感覺 當然關於耍巧 我看過的版本 有的翻譯不同 有的叫 捉弄之類的 然後在內容方面 我看的是翻譯本 內容還是很簡短的 但是這幾年前 我在網上看過一些版本 它篇幅就長多了 但是故事主子內容是差不多了 至於是哪個真哪個假 或者是 俄文原文翻譯就是這麼長 我沒有太深入了解 不過都不影響他們是非常上層的作品 就像 齊克夫自己講 寫的短 才是有才能的證明 以上